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我们知道神用数字向我们说话 今天特别要来分享五这个数字的奥秘 五代表神的恩典 那么什么是神的恩典呢 我们来具体看看 四加一等于五 Earth 地 它的希伯来文的数字是296 296是四的倍数 Heaven 天堂的希伯来文数字是395 395是五的倍数 数字四与地有关 地代表软弱和无力 五与天堂有关 代表神的恩典和能力 四加一等于五 代表人的软弱和无助 加上神的能力可以胜过仇敌 胜过环境 胜过疾病 五代表神的恩典 慈爱和怜悯 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 恩典也代表胜过软弱的能力 神的恩典使我们越过死因的诱惑 人的无助和软弱正是需要神的恩典的原因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提到 神对使徒保罗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今天特别来分享 五这个数字的奥秘和从中得着的启示 先来分享五出现在历史上的世界和建筑物 1945年5月5日 德国纳粹宣布战败 华盛顿纪念碑是为纪念乔治华盛顿总统而建的 它的高度是555.5英尺 在555英尺处写着两个拉丁文字 意思是赞美主 美国的昌盛是因着神的恩典 数字五也象征着神的创造和恩典 因着神的恩典 人的每只手都有五个手指 每只脚都有五个脚指 人还拥有五个感官 因着神的恩典 神建立我们手中的工作 使我们行走在神的应许中 也开启我们的五个属灵的感官 以至于我们可以领受神的心意 恩典与神的声音的连结 声音在圣经中出现505次 因着神的恩典 神向我们说话 因着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 在启示录三章提到 看啊 我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耶稣叩门不是用手 而是用声音 Jesus 耶稣有五个字母 Grace 恩典 也有五个字母 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 先知以赛亚预言 耶稣的出生 并提到他的五个名字 奇妙 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耶稣在十字架上 被刺的五个地方 拴手 拴脚 和他的肋袍 在创世纪十五章九节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要他献五种动物为记 母牛 母山羊 公民羊 邦鸠 和除鸽 耶稣的这五处伤口 也预表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献上 完全的记 Christ 基督 在英文清定版新约中 出现555词 以赛所说 二章八节提到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心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五代表神的恩典和神迹 耶稣祝福五饼二鱼 为保五千人 这是倍增的神迹 五代表神的恩典和能力 使徒行众五章十五节 说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和路子上 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 或者得他的影儿 照在什么人身上 并就得医治 五代表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带来生命的改变 耶稣在井旁 遇见撒玛利亚妇人 并说出他有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还不是他丈夫的秘密 并教导他来喝他所赐的水 妇人灵女的眼睛被打开 看到耶稣是弥赛亚 他不但自己生命得着改变 还回去将人带到耶稣面前 大卫因着神的恩典 胜过巨人戈利亚 大卫手中拿杖 又在西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 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铃 手中拿着甩石的鸡驴 就去赢那菲利士人 大卫最后甩出的石头 打死巨人戈利亚 五代表恩典教会的五重执事 建立基督的身体 神所赐的有师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五代表神的恩典和能力 他会带来转化和更新 神给亚伯拉和萨莱 改名为亚伯拉罕和萨拉 都是在他们的名字里面 加上西伯来字母 嘿 嘿是西伯来文 二十个字母中的 第五个字母 其数值也是五 神在他们的名字里 加上恩典 他们的生命就完全翻转和更新 他们在年迈不能生育的情况下 却生出以撒 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 萨拉成为多国之母 在会幕 圣高尤 献祭 妥拉 都含有五这个数字 其中也隐含了神的恩典 神小于摩西造会幕 许多的尺寸和各样组成部分 都是五或者五的倍数 圣高尤由五种香料制成 墨药 香肉桂 仓谱 和桂皮 还有就是橄榄油 土拉有摩西五经 五代表恩典 献祭是领受恩典的方法 在立位祭前五章描述了五种献祭 番祭 宿祭 平安祭 赎罪祭 赎前祭 第五十天 我们刚过了五旬节 五旬节就是数算俄美尔四十九天后的第五十天 神在西乃山赐下陀拉 和在耶路撒冷降下世年 这都是彰显了神的恩典和能力 赎不利 第五十年就是喜年 从西伯来文来看 它是羊脚会吹脚的意思 是在第五十年就是在喜年 宣告被囚的初奸牢得自由 被夺走的产业得偿还 在立位祭二十五章十节 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 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 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 各归本家 你经常看到555这三个数字吗 当你经常看到时间五点五十五分 555的车牌号或者电话号码中 带有555的 你就要警醒 也许神在向你说话 你也可以宣告神的加征的恩典 临到你和你的家人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在软弱和无助的时候 领受神的恩典和能力 愿神建立你的手中的工作 使你行走在神的旨意和应许中 愿你这属灵的五个感官被大大的开启 能够领受神的旨意 愿你能够听见神的声音 打开你的心门 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 成为你生命的主 愿你领受神的奇妙恩典和恩善加恩 愿你领受神的恩典 倍增的神迹和医治的大能 生命的改变 愿神的恩典使你胜过生命中的巨人 愿你领受神所赐的五重执事的恩赐 建立基督的身体 愿你得着神话语的亮光和圣灵的带领 愿你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善功 宣告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自由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也欢迎订阅分享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